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个好朋友的太太 最近刚从伦敦回来 她就说 她说这个 我跟你说 现在她觉得什么纽约 巴黎都没有伦敦好玩 她就说伦敦特别好 她比如说她说伦敦吃的 她说这个是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 还不光只是英国的吃的 我以为伦敦吃的多寡淡寡淡 没有 过去十几年变得很好 她说相当丰富 而且这个菜肴做得非常好 而且这个伦敦都是旧的 甚至你去郊外 英格兰 是吧 这真是应该 而且我想去大英博物馆 看看咱们的东西 是吧 所以我想去 我每次去大英博物馆 我其中一个地方 一定要去它的亚洲部门 它有一个地方 越看越生气 它把我们中国的老东西搬过去 特别是一座庙里面的一些 雕像 佛像 整面长壁 都放在博物馆那边 那每次我坐在那边 越看越觉得说 我什么时候才买得起 这些古董 对 他们太离谱 他们应该还给我们北京故宫 让我们北京故宫 无尔拿些出来卖 现在唯一明确表态要还的 是台北故宫 台北的一个绿党的低势司机 我在台北 他拉我到台北故宫博物馆门口 临下车的时候 他送给我一句 要是我当了总统 这里边的东西 全还给你们中国 都是他们从你们那抢来的 那不是我们的东西 那就是民进党 对 但是咱们可以看看 伦敦的风景了 对吧 我也想去 这很嚮往 我们来看看 导演 你看这是烧了以后 多美 烧里头 非常美 非须美 这像是古罗马的遗存 对吧 烧成这个样子 好 来看下一张 就说当时骚乱的人 警察把他抓成了外星人 你看像不像星球大战上 他就是带着那个 他就是带着那个 捞飞着头盖 你再看下边 你再看下边 这是当时在抢嘛 连这些个猫猫狗狗 宠物 他们都抢 你知道文道 有一点你欣慰 他们还就是不抢书 没错 所有书店都没着央 只有一家书店 是同志书店 专卖同性念书籍 他就给人砸了颗鸡蛋 别的没什么 而且听说那个书店 通常同志书店 不只卖书 还卖兴玩具 书还是没丢 兴玩具没了 兴玩具全丢光 所以说英国这个书店 在那个推特上还写呢 说如果他们能偷几本书的话 也能长点脑子 咱们接着再看 这个这次骚乱的这个遗存 你看连这个他也偷 他也抢了 不叫偷了 这抢了 你再看 我估计身上穿的 也是扒下来的 这个女孩子 值得一说 这个女孩子啊 是伦敦的这个奥运 奥运会的形象大使 这个小妹妹 结果呢 他妈妈举报他 这个玩意 他妈妈举报他 他也参与了这个打砸抢 大义灭清 真是 不过说起来啊 现在很尴尬 因为本来这种好事 应该是这个礼拜 国际奥委会 正要去伦敦视察 约好了 说要是看一看 你们这个建设搞得怎么样 明年就来了嘛 对不对 看你准备的怎么样 结果准备的挺好的 这么严造 你想想看 我在想 如果是中国怎么办 想看北京 像我们搞奥运多紧张 对不对 伦敦明天就要办奥运 他们现在来这个 所以你看 我们中国从来都是 众志成成 万众一心 你看奥运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老老实际在家呆 你别说奥运啊 就连 我们就连搞个大运会 都是 你看深圳大运会 深圳 对对对 我相信深圳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主办大运会的城市 主办大运会搞到要飞机场进飞的 对对对 那天好像是从几点到几点之间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伦敦本来早就该吸收 我们国家维稳的这种经验 而且维稳 我前几天去深圳嘛 过关我也是吓了一跳 几台的装甲车啊 在那边 就是香港跟深圳的边区 洛马州那边奴林大敌啊 然后后来有再去的时候 在罗湖过关也是 所有的车的坐地下铁的排队啊 排了三十分钟 从头到尾把里收 收了一清二楚的 所以我觉得对有这个必要吗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啊 看到英国你就觉得有这个必要 对就明白了 那他们手上出来嘛 马上开了记者会 完全把事情回应的 我们觉得非常妥善 妥善吗 妥善啊 我觉得他这个卡梅伦聊啊 都聊到了说这个事情啊 他的原因就是说这个 这个英国 就是他说反映了英国背后的 这个道德崩溃 我说不是前些年都说 咱们这个大陆弄些假食品 什么的道德崩溃 怎么英国还道德崩溃呢 对你先说 反正我很不同意卡梅伦的说法 因为我觉得卡梅伦是个标准的 这种保守党右派的这种思路 他把整件事描绘为什么 他后来有个解说 他这是文化的问题 就说这帮人有个贫穷的文化 落后的文化 是有个文化问题 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不是个文化问题 这是经济问题 是阶级问题啊 这个是因为 这次骚乱来自于 比如说伦敦的南部 北部几个比较荒僻的地方 比较糟的地方 那些地方本来就是伦敦 在过去十几年经济发展的时候 整个市中心越来越贵 然后不断被排挤出去 边缘化的人 那你可以说有个文化因素 但是你如果这么简单的 把这个骚乱形容成是文化的原因 这是非常幼的一种想法 那其实背后我们看到 出来闹事主要是一些某些阶层 当然你可以固定说是某些种族 但是不要忘记 种族往往只是标签 它背后的真相是某些种族 被系统性的排斥到了某个阶层上面去 可是几乎没有一个骚乱 背后没有阶级的关系 当然贫富的悬殊 这个是最基本的根源 当我说妥善的时候 不一定是说 他那个说的原因是对的 而且他会整个步骤来回应 比方说他会出来记者会 不管他承认哪个理由 至少他承认有问题存在 然后我们要去面对要去解决 他也谈到明年的奥运 怎么样来解决 一步一步安排 他会直接来面对那个情况 就不回避 不会说这完全是一小撮分子的骚乱 我觉得这个头上的地方 他们说这是一小撮分子的骚乱 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但是我觉得甭管是什么原因 它实际上有一个方法的问题 这个是历史上一个 从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叫方法的问题呢 就比如说你要说是阶级压迫 或者什么贫富差距都可以 但是问题在于 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 那么要不要用到当年咱们文革当中的 这个一句话 造反有理 那你要是如果说造反有理 那就是这样 我还记得就是知识分子怕群众运动 你知道吗 就是在最早期的这个共产党 创党的时候 你看啊 有些传播马克兹主义的知识分子 他后来呢 他传播的时候啊 非常的热情澎湃 把这个思想传播到中国 但是呢 真要具体去干这个运动的时候 他退出了 很多这样的人啊 也不是很多 有有有有几个这样的人 他退出 为什么呢 他的知识分子啊 他就发现啊 真的要闹起群众运动来啊 那就不是大姑娘绣花 那就是狂风暴雨 这个跟他读书人的这个东西 说要精确 是吧 不能够打了无辜的这个人 或者不能把社会秩序 一片大乱 而且呢 他或许还担心一个什么 你看这次法庭上正在审一个15岁的男少年 这个男少年呢 现在在一上法庭啊 吓得都哭了 吓得都哭了 为什么呢 他在骚乱当中啊 强奸了一个13岁的女孩 小女孩 那么他爸爸妈妈说啊 他是受着英式的那种 就平常人们甚至归结为啊 他平常家教太严谨了 他爹和娘啊 管他太严了 那一碰到这种时候啊 人心里的这个兽性啊 你包括现在很多人上法庭的一些孩子都害怕 就说你问他当时啊 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就是闹到后来 你说是有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 但对他一个个体来说呀 他上去抢的时候啊 他已经忘记了为什么抢了 但是痛快 我都能 你知道吗 意会得到 如果我是这样的话 那就会产生一种畅快感 他都参加过这种 嘉惠待会儿坦白一下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嘉惠博士当年呢 也是参加过这个美国和法国的街头骚乱 请客来参一谈他当时的表现 美国跟法国倒没有 香港主要是我说的是 三十年前嘛 你看香港很和平的社会 每隔一阵子还是有一些小麻烦出现 我记得当时十来岁吧 有一次在香港看足球 然后看完足球 我忘了什么理由了 反正就骚乱 那就是那一次 南华 对 那是很有名的一次骚乱 是什么理由啊 南华足球队 对 在这个南华大球场 就是香港好马地上面 那个香港大球场 足球场上面 好像是南华输了球 其中一队输了球 那输球的那一队的粉丝啊 球迷啊 就不满意 不服气 我最记得从香港 铜楼湾那个地方啊 一直抗议 一直走 往湾仔 往金钟中环 那个方向走 那我看完球 就出去了 觉得好玩嘛 那么多人啊 其实我两队 我都无所谓 谁赢谁输 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我就陪小女朋友 去看球而已 多大的小女朋友 我17 他我忘记了 13 早就犯罪了 一起看球不犯罪 香港法律 没有那么严格 然后就一直看 我还记得一直走的时候 那个感觉 我后来写了文章 你走在人群之中 你完全那个理性 刚开始走的时候 还蛮有理性 想由我去观察而已 我17岁 喜欢写文章的人 跟有那些人 我觉得观察一下 要人家怎么样游行 怎么样抗议 可是一直走走 从跑马地那边走走 同了湾 走到湾仔的时候 我的那个什么观察的理性 全部没有了 我就跟着一起喊 一起喊 喊什么我都忘了 然后呢 那开始有人乱起来了 从路边找来一些石头 找来一些反正乱七八糟的木棍 是什么样 打什么呢 我亲眼看着 打那些名牌的车 名贵的车 打打敲 那你刚才闻到 谈到伦敦暴乱 那种阶级的东西就出来了 因为球赛 你输球的输球嘛 你有种去打对方的球员 你干嘛打那个那个跑车 跑到这些名牌车 我还记得我受那种气氛感染 我还跑过去参加 我当然不敢拿木棍 我还跑去那个车后面 轻轻地拍了一下 以示我的英雄好汉 这就叫做搞过暴动 可以写回忆录 你记得有本挺有名的书 一个美国的一个码头工人出身的哲学家 写的一个书叫群众运动 他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有没有阶级问题 有阶级问题 但他阶级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 他就说所有在街头参与群众闹事的人 本质上是属于一个什么阶级呢 生活当中的失败者 对 或者叫失忆者 那当然了 成功者永远是少数 我们这大多数人在生活里 都是在那这个 所以通常要解释所谓的暴动 或者说他有什么原因 什么理由 得这么来解释 不是说直接去问那些参与暴动的人 你为什么上街啊 或者说这是怎么来的 一个历史性的描述 这是不管用的 要了解到在真正暴动发起 像这一次 其实不只是伦敦 他蔓延的很广 是全英国曼彻斯特 利物浦 对不对 都在烧嘛 都在闹 那这些地方你看 参与的人 其实都不一定是 同一个阶层的人 有不一定都是黑人 有相当多白人 有相当多别的族裔的人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很难解释说 他们到底是为了 什么共同的理由出来 你只能说呢 就像嘉惠刚才描述的情况 当人进入一个暴动的那种情绪 比如说你一天到晚 在网上 这一回这是很重要 黑莓手机什么 网上一看 闹得厉害 他们都抢 咋也去 这种时候 你是进入那个状态 你有一些东西被勾引出来 然后你平常社会上 捆绑你的 种种看不见的联系 它就已经松掉了 断开了 于是你觉得你可以出去干一些事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解释它呢 要注意的问题不再是它为什么上街 而是为什么平常捆绑它的那些社会的捆带 那么容易松掉 它那么容易放下 或者说它为什么这时候它冲动起来了 它会针对某几目标 比如说名车这种 而不一定是那个它说得出来的理由 是不是因为当时 你平常为什么想干的事 你不敢干呢 是因为你怕惩罚 对 在当时感觉到法不择重了 可是你想想看 得到了一种不受罚的感觉 假如是这样 假如说你是一个 比理论上很美好的一个社群 在这个社群底下 人人关系很融洽 社会上没有一个明显的阶级差异 没有一个就是说让人不快乐 觉得不公正的阶级差异 起码 然后大家生活上也很简单 然后宗教上相对简单 没有一个什么歧视的问题 谁瞧不起谁的问题 这种情况 你就算所谓暴动烧 火烧到这个城镇 这个城镇的人要乱起来 也没那么容易 对不对 这就是因为它平常的社会联系 它的各种的连接感 或者有人叫共同体 那种感觉比较强 可是到过来说 刚刚文涛说到 这个情况犯罪学里面 很喜欢研究什么呢 骚乱里面理性行为 我们说骚乱 我刚说情绪 我本来好好的 很理性去观察 结果情绪失控了 这是一个部分 可是犯罪学家去研究 骚乱里面有理性计算的东西 比方说刚说的 强暴也好 抢劫也好 你刚说嘛 觉得机会来了 平常想做不敢做 没错 就反正要做一票嘛 觉得完全不会受罚 所以理性的部分是有在运作的 知识分子 你刚说很怕骚乱 很怕群众运动 可能又爱又恨吧 可能他还是会参与 这个是什么理性呢 这个是一种 这个生物啊 趋利避害 完全自我的一种本能的 你要说这个是理性 所以这个啊 你说这个 我觉得还涉及到一个 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 你比如有一种人性黑暗论的人的观点认为啊 哪怕是人民生活都幸福 人这种动物 最深最深的地方啊 就是潜藏着攻击性 就是潜藏着 甚至是同种 同种之间残杀 平常被禁锢着 一旦允许 可能 你可发现表面上的雷锋啊 突然间全变成南把天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为什么孔老夫子 就是说对人类这种动物啊 就知其不可而为之啊 我觉得就往往啊 就是说看透了之后啊 这个物种啊 它不大靠谱 它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咱们还要有希望 其实这么 就是这么个意思吗 好像不是 孔子 豆子的意思 不是 我就觉得人类 就是就其大多数来讲 它不太靠谱 比如说不太靠谱的一点 就是说呢 它是个触景生情的动物 它是个处境 情境动物 你看 本来一个有思想有思维 这么比如 比如一个人 什么奥运形象大使啊 什么的 跑去 他爹他娘一看 怎么跟着一帮人 砸井车 烧井车 美少女 就是说啊 他完全叫触景生情 他进了那个里边 这个人就变了 对 但是这个我还是同意 刚才嘉惠说的 那也是很对的 就是这也的确有理性部分 就是所谓的搭便车行为 Free Rider 比如说你现在在街上 看到一家平常很高档的 白货公司 比如说如果香港要闹这事 海港城 往蒙到 啪 闹起来 砸 LV 你看到这个 通常呢 我们人最难做的是什么 谁第一个拿石头 砸这个玻璃 谁第一个冲进去 对 只要有人开始这么干 接着你在那里瞧 哎呦 十来个人进去 几十个人进去 你开始会计算 我也许能浑水摸鱼 因为这么多人干 这个责任分担的 你会很快的潜意识就计算 我好像没什么责任 这事 没错 我被逮着的机会很低 没错 我风险很低 没错 我的获益可以很大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在这时候 一个好好的一个路人 说不一定很正常的人 他平常可以进去买东西 他也进去抢 还有另外一种 理性计算是什么呢 就想要说 假如每个人都去砸那个银行 砸那个商店 我不砸的话 结束之后我怎么办 你会怎么看我 你是英雄 我是肉夫 对因为我想到 在美国九零年代 那时候加州发生一个事情 一个白人警察 杀一群白人警察 杀了一个黑人 打死他 对对对对 那次他也参加了 经恩事件 然后我也参加 看见别人参加 我就把皮肤涂黑去参加 然后整个全国在美国 都有那个黑人起来抗争 抗议 我住在美国中部 那些黑人也出来抗议了 那我那时候有几个黑人兄弟 看到会这样拍手的 黑人不握手的拍手 我就跟他聊天 问他 好好的也是一个学生 也是读博士班 他也去了 去抗议 去打那次车 我说干嘛 他说很简单 两个字 用中文翻译为两个字 兄弟 英文就叫brother 兄弟 他说在全国 万一人家知道 你是黑人 他也是黑人 就是怎么人家全国 其他地方的黑人 都在抗议 你坐在家里看电视 那你这有点 非洲裔义和团的意思 是不是 乌和团不也是兄弟吗 但那一回有点危险 你如果是一个黄皮肤的人 去搅和的话 因为那一回在洛杉矶 他们是很针对韩国人 就洛杉矶的黑人 很针对住在洛杉矶的韩国人 所以你看到这种族问题很复杂 伦敦也 英国这回也是一样 就是他其实 所谓的少数族裔的暴动 他不是所有少数族裔团结起来 有时候是会发生什么情况 少数族裔歧视少数族裔 因为他会这么感染 我们住在一个白人为主的社会里面 我们这些皮肤比较黑的 这个祖先来自非洲的人 比你们其他人都来得早一些 凭什么你们这些亚洲人后来来了 日子好像比我们过得还好 没错 你也是少数民族 没错 所以我跟你说 十年浩杰就文革的时候 是个很好的人性实验室 因为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允许你闹了 允许你打人了 你注意看 打的那可都是丝绸啊 至少相当相当 后来你发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